这阳光明媚的天气 大家好 昨天给小鸭子洗了一个澡 好多人听你说 明天直接拿筐去捡 搞得我一晚都没睡 做梦都在捡鸭子 我们跟着我的镜头赶紧去看一下 走 拿点筐 昨天搞得我做梦 捡了一篓子满满的 好 我们见证鸡先挤一挤 真好多啊 大哥 好多来干嘛 看一下啊 有没有 没有啊 难道是反梦 一只 六只 三只 四只 五只 六只 一只都没有 看见没 这个 洗澡的话 没有 但是昨天白天的话 真的是牺牲一只 被被被那个风把一块铁皮吹倒了 然后压死 今天是第六个早上啊 目前的话就是意外被花现一只躺下的 昨天我一听见铁皮声 鸭子在叫跑过来哦 头就没了 一起压压到五只 然后 只有一只 估计打到头 哦 今天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给它洗 温泉啊 你看一下 今天的鸭子洗澡 会不会打水以后啊 来 有没有发现一晚上没见又大了很多 大了 这个鸭子就钻不出来了 这给自己挑战技术的时候来了啊 我要接着给它洗澡啊 因为鸭子没有水也长得不快 有水长得更快 鸭子天生爱玩水 我们先把技术学到位啊 这个技术没到位的话 鸭子有损失 那就麻烦啊 我们要保持它 不要去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左右吧 目前为止还是百分之百啊 这是昨天鸭子在里面洗澡 边吃东西边拉电边在里面 我们把它扫出去啊 小鸭子的水一点干净 今天的鸭子啊 那个羽毛就不同昨天的羽毛了 昨天羽毛全部全部打着 一个晚上又长大了 几早把狮子抓干净 都爱干净的鸭子 是不是 撕掉还是给它放进去啊 现在这个鸭苗小 这撕掉的话 还是吃的比较少 还没到那种 狼村虎咽的感觉啊 到那种感觉 那就吃多少长多少了 给它冲一冲啊 你看 这个就等着说 见了稻杆 要把稻杆拿出来了 要撒少了 这个直接用水冲一冲啊 把鸭子转移了 来个大扫头 为什么会选择这边呢 这边比较好照顾 就在这边 晚就晚一点 早就早一点啊 看这个养殖啊 还是要 养什么根什么柱 啊 这个还会擦咪啊 这个还会擦咪 这个小鸭子是第六天了 其实我们下乡 别人下乡来卖的鸭子 蛋可以出来养到这个一个礼拜 到街上来卖就六七块钱 就这么小 是吧 我们去摆下它 下乡去卖吗 一百只 一百只可以赚三百块钱 三百多 下乡去卖 卖鸭子了 拿着喇叭录个声音 买鸭子 拖温的鸭子 看一见我的小可爱 哎呀 你看现在太阳一晒 以毛都干了啊 也不会打湿了 上午到下午这一边的阳光 最强的的时候 鸭子的话就这样啊 现在阳光强大啊 很温暖 等到这个下午这个 三四点钟的时候 差不多就进龙了啊 再把保养灯开开来 走 忙别的去